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,苗栗县投分市林姓民众日前遭诈骗集团委称是检察官,骗走18万元存款,投分警分局经过多日调阅监视器画面,过滤人,车资料,现在投分市逮捕二名车手,随即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的检署指挥侦办,巡线向上追查,经过半年兵分多路伏击, 共在台北市、新竹县、投分市等地逮捕7人,成功把捷克物诈骗车手集团 警方表示,36岁的唐姓主贤妖级旗下许姓、柳姓、三名黄姓及蔡姓少年共组诈骗提款车手集团,用假检察官等诈骗老招,于投分、张化、清北市、桃园市等地区诈骗被害人提款卡, 后再分头提领赃款交给车手头,从中谋取非法暴力,犯案基额达86万元 投分警方抵接获辖区邻姓民众报案后,先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,寻显逮捕二名车手,再成立专案小组继续追查 接连于台北、新竹、投分逮捕七名诈骗车手,肃清以唐姓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投分警分局分局长赖明珠表示,警方连日调阅车手影响并比对分析后,报警检察官指挥扩大侦办 积极具体相关嫌疑人到案,顺利瓦解该诈欺集团,避免民众再受害 Bye